Hello大家好 我是健哥 30系顯卡的發布會已經快過去一個月了 相信大家大部分人肯定沒有買到3080顯卡 非常無語 官方說5499的卡基本都要被加價三四千 你這乾脆發布會直接說定價八九千算了 這樣大家心裡可能還好受一些 這個時候NVA還大規模向中國大陸 傾銷本已停產的奧黎70修貨顯卡 這麼來看的話 後面3070顯卡的供貨情況估計也不用樂觀 不過如果說2070修貨的價格崩盤跌到三千以下 也是可以解漏的 2K顯然器玩遊戲真的夠用了 9月12號的發布會上除了耍口卡 那個時候老黃還提到一個軟件叫Broadcast 我覺得相比上大部分人買不起也用不著的3顯卡 這個小軟件可能更加實用一點 它是一個面向直播的小軟件 那集成的音頻降噪和一些攝像頭的相關功能 今天我們就來看一看這個小軟件如何使用吧 那首先你得用一塊RTX的顯卡 當然這點就有點令人不爽了 這樣的話最低要求就是2000加的2060顯卡 那我試了下1650 Super 反正是直接連軟件都打不開的 然後進入NV官網去下載安裝包 那鏈接我們會附在視頻的簡介裡面 一路點擊安裝 下一步就可以了 打開介面就可以發現 Broadcast有三項的主要功能 第一個是麥克風的降噪 橫色主播為了讓自己的主播間聲音更加清晰 基本上會選購一些一款比較好的麥克風 來去降低攝位的噪音 但是還是避免不了一部分來自外圍的環境噪音 比如說鍵盤聲 路邊的汽車鳴笛聲 或者說你有一個庫外裝修的鄰居 天天喜歡悄悄弄弄也沒啥辦法 那我們平時拍視頻的用的麥克風是AKG C214 這個麥克風還是不錯的 但是既然要測試降噪能力的話 肯定不能用這麼好的麥克風 我們就用了這個羅技的C920E上面 攝像頭自帶的麥克風 第一步選擇輸入設備為準備降噪的麥克風 然後點擊降噪 選擇這個抑制降噪的強度 我們來試一下 那工作室這邊的空調跟空氣進化器 現在開的很大聲 麥克風的輸出聲音也是很吵的 像包括我要打字的話 這些鍵盤聲音也是聽得一清二楚的 那第一步我們選擇的這個設備為 這個要準備降噪的麥克風 然後點擊這個降噪 選擇降噪幅度拉到最滿 這個時候我們再試一試 是不是就好多了呢 然後我們再打打字 這不就好很多了 那第二個功能是輸出降噪 當你在開視頻會議的時候 或者語音聊天的時候 他突然來了一個什麼 那種颱風麥電流麥的老哥 讓你聽到頭皮發麻 你就可以打開這個功能來去降它的噪 那效果和前任的麥克風降噪 其實是類似的 也是十分不錯的 那第二個功能 其實在之前推出的 RTX Voice裡面 其實就已經可以直接應用的 這個RTX Voice軟件 反而不需要RTX顯卡就可以直接使用 如果說你對自己的麥克風不是特別滿意 又不願意花錢買好的麥克風的話 我覺得是可以試一試的 而Broadcast的重點就在 它的第三個攝像頭功能 選擇你應用效果的這個攝像頭 選擇分辨率和幀率 攝像頭相關的一共有四個子功能 第一個是虛化背景 可以實現這個調整景深的這個效果 第二個是消除背景 單純的人物扣相 不需要綠幕也是非常不錯的 那去年的台北電腦展上 海盜船去展出了個專門 針對主播的一個所謂便携綠幕 現在看的話已經完全沒有必要了 那第三個呢是背景的替換 你可以把直播中的背景 換成自己想要的圖片或者視頻 比如說像這個樣子 那第四個是人像的追蹤 那當然人在移動的時候 也可以保證一直在畫面的中間 這個我看到好多跳舞蹈的主播 會用這個功能 唉比較有意思 所以多說一句呢 去Broadcast這個功能 它會生成一個NV的虛擬麥克風格攝像頭 你在OBS裡面直接選擇就可以了 同樣的話你也可以在聊天軟件中 去使用這兩個虛擬設備 那攝像頭的話可能用到人不是特別多 但是麥克風降到的話 反正我是碰到遊戲中那些 什麼隊友一開麥 這種颱風過境的樣子 真的頭大了 用這個軟件的話 就可以結為一筆好麥風的錢 還可以保護下你的耳朵 可見 雖然9月12號這個發布會發布的 這個耍猴3C顯卡 根本買不著 令人非常不爽 但是老黃現在把這個顯卡裡面 既成的TensorCode核心這個AI應用 玩的是越來越流了 比如說這個軟件還是非常實用的 不要卡著各項功能 尤其是這個攝像頭的自動扣箱的話 可以省去搭建綠幕之類的硬件成本 方便快捷同時又極大提高了主播們的音視頻的質量 當然這個軟件對電腦的影響還是有一些的 那首先它是需要佔用大概半個G的內存 如果說你的電腦的CPU內存不是特別好的話 只供應付你玩遊戲的話 那還是會導致你的一些性能損失 不過我想想如果你能用上 RT上2060顯卡的話 基本上內存也都16G起步了 所以也不用太擔心 那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 不知道這期這個簡短的小教程 有沒有對你的日常使用有帶來一些幫助 如果覺得不錯的話 有關鍵有沒有忘了點一個小鈴鐺和點一個贊 如果想了解更多電腦資訊的話 也可以關注我們的微信公眾號 潮玩客CWK 那如果想購買電腦的話 也可以來我們的淘寶店鋪潮玩國度數碼 或者Topso商品潮玩客 其實現在也挺慘的 30顯卡出不來 6060 Super這種卡反而缺貨 所以現在其實配機的話也是挺難受的 那這裡是潮玩客 我是健哥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